我们团队的搭建是非常简单的 下一个Eclipse for C++Developers 我看一下在help里面 我这个已经下好了 这里面怎么没有about 真是奇怪了 那么这个可能我更新之后就不见了 这个软件呢 在这个 算了 不管他了 这个软件呢 大家直接到这个百度上去就可以搜到这个去官网 去他的这个Eclipse这个官网去下载 然后下载的话 OK 这一搜就出来 下载的话就随意选个版本 其实就可以 因为他是一个基于加瓦的这个快平台的这个框架 他会有针对各种版本 比如说加瓦版本 私加加版本 那么我这边下的是 不是这个啊 JEE这个是写加瓦的 我下的是这个版本 就下最新的就可以 然后根据你的操作系统 他会自动推荐 然后64位或者32位都可以 下载这个之后呢 然后安装这个 进用arm这个插件 那么这个插件呢 是在这个southget上 直接可以下载的 可以再现安装 那么我当时由于网络比较烂 所以我就把这个压缩包下来了 压缩包下来之后呢 你在这边 在这边选择这个install new software 然后你这边就随便弄一个什么名字就行 然后点add 之后呢location 选本地的就行 选本地的之后 只能到这个位置 然后他就会自己进行安装了 安装的后续过程呢都比较少光化 就不给大家一一的去演示了 然后安装的时候最好也是要连上网络的 万一他自己需要这个离线包 有时候也会需要下那么一点点的这个在线的安装的东西 最好是在线装 如果是离线的话呢 也能装完 但是他缺对可能是说明文档的东西 有网的话最好就是在线装了 然后这是插件 装完这个插件之后呢 你在这个file new project里面 就会发现c project里面 就能找到这个 ok这个部分 sm3210xx 然后2xx3xx4xx都可以 所以我们这个f4系列也可以开发 然后10x 因为我们是103嘛 就10x 然后这个你没装这个gcc的时候 这个crossarmgcc这个地方是不会显示的 所以我们下一个步骤就是装这个 装这个的话是很简单的 你把这个压缩包解压之后 然后我就好像就直接放到这个文稿这个目录下面了 那么我们在windows和linux系统上面 也可以就随意放在home录下 或者是c盘就可以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 他会有一个部分 你装完之后他就会 在这个系统的环境编乱里面识别出来 然后指定这个交叉编义的这个gcc就可以 因为这个dgcc这个克制限制的关系 我不做特别细的介绍 如果大家后续有叙述的话 在这个mazz车里边留言 我把这个过程详细的用用这个文稿的形式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这个project的名字 那么我们就 mazz1stm32 然后work 他这个eclips他都会有一个workspace 那么我们一般是放在 stm32下面新建一个文件夹 ok 然后点击创建打开 这个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就选择这个chip family family的话 我们是c8t6属于这个小容量的 所以就是64 这个地方可以改自己改 如果他默认是中容量 你把它改成6420 然后这个地方 外部时钟是8兆 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一下 use system calls 这个地方 他默认是不用的 就是no posix system calls 把它改成这个 不然的话你的print for 什么之类的用不了 然后其他地方不用改 继续next 然后这些也不用管 然后next一路 这个地方呢 指定这个touch name 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gc 然后这个位置 就刚才我放这个位置 直接点browse 指定到那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就这样 然后finish finish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工程 就长成这个样子 他一开始会有个小叉叉 你不用管他 他自己识别完了之后 这个叉叉就不见了 这个里边呢 跟kukr不同的是 他不用你自己去添加这个 OK 这个叉叉没有了 把他自己反映了一下 他要先去检查一下这个内容 他不用你自己去添加这个sm32官方的库了 因为他已经添加好了 你在这个里面 System里面 然后south 这个地方standard的 然后外设 OK这个里面 这些文件都是添加好的 但是呢 你看他这个上面这些文件呢 是高亮的 这底下是打了个杠 灰色的 那么我们进到这个 这个工程里面去看一眼 实际上在 在这个south里面 这些文件是都在的 但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这个工程里面 它是灰色呢 因为在我们这个makefile里面 没有包含这些内容 所以他们虽然都在 但是不会被编译 这也就是我们makefile 控制编译的这一个方法 那么我们这里呢 就新建完了这个工程 然后开号行键也建立完了 最后一项是修改这个颜色函数 我们先编译一下看一下 编译的话就是在这个上面右键 然后点击build project 然后这底下会输出一些内容 不拉不拉一堆 然后都是一些gcc的编译像 编译的一些内容 然后这显示 编译完毕 然后4秒119毫秒 然后呢 它这个默认工程里边是一个点灯的这么一个工程 然后我们看一下实际上没干什么事情 就是初始化了一下 初始化了一下这个led 然后过一会儿就给它点亮或者熄灭一次 那么这个工程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改动 就是它这个颜色函数是用的这个system tick就滴答定制器嘛 它用的是这个中断的方式 在这个里面 那么它config完了之后 它这个sleep是 不行的去检测这个全球变量 这个全球变量是在哪修改的呢 在这个中断里面 每次滴答一次的时候 这个全球变量就减一 那么它这种中断的方式呢 并不是我们常用的 而且它容易 在我们使用自己的中断的时候 跟它产生冲突 然后这个系统容易死机 这个bug是我尝试过的 所以呢 一般我们会把它改掉 那么改掉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改成这种形式啊 改成这种 最原始的这种 正的原子介绍的那种形式 就是刘军告诉我们的那种 直接用这个讻取训练器的方式啊 把这个timer这个函数给它改掉 那么改完之后的这个延时函数呢 就与这个原来我们的这个是一样的 原来我们用计算机方式开发的那个呃 延时函数是一模一样的了 所以这里边呢要做一些修改啊 就是这个函数 timer sleep 把它改成这个样子 就是每次去这个图这个系统接下停止器的值 到不到我们设定值 到了之后我就把它清零 然后其他的呢 就一样的了 所以我们把这部分直接copy过来 然后改到我们的这个里面 把这个sleep函数给它覆盖掉就好 ok 然后再编译一下其他的就不用改了 ok 因为我们之前大部分都已经编译过了 所以这个地方耗时比较少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课程的内容 呃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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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